那我们在这边就来讨论一下 这一切代表了什么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一个细节 文化应该是一个生活模式 精彩的有意义的丰富的人生 文化代表着丰富的历史跟习俗 文化代表着过去的人留下来的故事 文化代表着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的经验 文化是一个文明 一群人的艺术、历史、习俗、成就 凝聚下来的产物 文化可以说明我们在乎什么 我们期待什么 我们保护什么 我们爱什么 还有我们是谁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的文化 我们现在的文化是一个 反对所有文化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 或者是一个永远不会阻塞的马桶 左派的人不想要打造什么 不想要建设什么 不想要留下什么 他们只想要破坏 只想要摧毁 摧毁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法律 摧毁所有的文化基础 摧毁我们是谁 就连我们的歌手 他们写的歌也都是这个样子 歌曲是人类文明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还没有文字之前 在还没有社会之前 人们就会想把自己的经历哼成歌 来记录来给下一代的人 通常歌词都是有意义的 美妙的、勇敢的、充满爱的、充满着事实的 甚至是比生活还要崇高的 来去敬拜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律法跟制度的智慧 但是现在的歌手创作 就是要推翻这一切 你没有文化 你没有良知 你没有意义 你跟动物一样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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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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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方向 所有的文化、智慧、历史、经历 全部都被瓦解 而且被空虚、冲动、本能而取代 我们的词语的解释被掏空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例如女人是什么 女人就是想当女人的人 那那个人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文化 没办法给我们一个答案 跟佛教里说的一样 万物皆空 一切唯心造 我们活得没有意义 因为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系统的强制洗脑 当我们的食物外卖公司 开始公开的提倡男男性行为 还有钢胶 我们的女歌手在台上装着假鸡鸡 跳来跳去 还有我们的众议院的院长 在电视节目里面 鼓励变装皇后 说这代表是美国 代表的就是 这整个系统已经深深的植入 我们生活当中 各个环节了 人已经没有办法当一个神经有问题 脑子不清楚 性别错乱 跟动物一样 无法控制自己 然后想要到处做爱的变态了 因为 那个已经是常态了 那个就是正常的 那个已经是事实了 那个已经是主流了 坏消息就是 我们几千年以来的文化建设被摧毁了 已经变成一个又脏又臭的大马桶 好处就是 当越来越多政治人物 跟歌手 明星 大公司 主流媒体 在吹捧这些的时候 这些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趣 越来越多人会发现说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变态 要用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恶心 越来越滑稽的东西 来试图让我们感到愤怒 生气 还有绝望 但是 因为 他们把一切搞得太平常了 这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无趣 或许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 变庄皇后 变性人 同性恋 代表着一个对于正常 世俗 文化的抵抗 但是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的众议院的院长 已经跟他们站在一起了 他们才是常态 现在我们要当一个 反骨人士 反社会 叛逆的人的话 我们就是要拒绝那些东西 现在最叛逆 最新潮的做法 就是 我们可以有道德 我们可以有律法 我们可以活着像一个基督徒 我们爱家 爱神 爱人如己 还有 有基本常识 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叛逆 叛逆 对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很浪漫的词 我们可以做自己 我们不用跟社会主流一样败坏 我们可以有尝试 有能力控制自己 对于自己的人生 有法则 有规定 有纪律 变成了抵抗体制 叛逆 有勇气的象征 我们敢说出实话 敢说出事实 不害怕被主流社会迫害 因为我们勇敢的抵抗不正义 这个就是我们反转世代的信念 而且是我们教育我们下一代的方式 我们变成了浪漫的革命党 是时候我们夺回彩虹的时候 告诉社会 六色彩虹 代表着骄傲 无知 无耻 嘲笑神的慈爱 七个颜色的彩虹 代表着信实 正义 还有神给我们的约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响应神的呼召 关爱以色列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启动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事工分享会 在6月16号周四 即将举行Zoom Meeting 线上特会 这是延续上个月 土耳其 以色列 华人命定的特会 要切实将福音 传回耶路撒冷 这是神在末后所做的 犹太人与外邦人 要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进入一个新人的祝福 此次的讲员有 万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师 Chad Holland 万王之王事工长老 Michael Brian Labby 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事工 张清泉牧师 和李萨拉牧师 线上特会时间是6月16号周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下午5点到7点 一起来参与 启动国度基业 耶路撒冷 下午5点钟 说不通 感谢观看